近期因流蝶广场事件掀起了种族情绪 吉打华清与吉州青年理事会为了传达和谐的讯息 特别动员在马来游街和唐人街一起悬挂开斋节布条 除了迎接有族有子回乡 也希望不分种族一同欢庆开斋节 文明在世界上的其中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 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的各文化可以百花情放 然后虽然我们有不同不一样的宗教信仰 但是我们在各族的心里面都有一种更共同的信念 就是国民团绝 国家和谐 各族友好 这是我们几十年以来可以培养下来的一种我们的特色 此外 大家也在前首相马哈迪壁画前 同声喊出了我们是马来西亚子民的口号 象征各族和睦共处的精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